大家好,歡迎回來實質系列 上一集看過港鄉新裝修的豪華客房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是不是覺得這麼高級的環境 如果不吃飯就好像很浪費? 所以今天就要帶大家來享受一下 介紹套票中包含的三道菜法國晚餐 晚餐出品至酒店的迷思蓮一星餐廳Petroose 一聽名字就知道貴到死了 一生人大概都不會吃多少次 以這些高級的料理 就和房間這個高級的氛圍非常合適 只要你入住時跟職員說你想幾點吃飯 到時候餐飲部的職員就會準時送到房間 幫你設好桌子和你介紹一下食物 因為菜單是預設好的 不需要選擇任何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食物敏感 或者不吃的東西 記得提前跟酒店說 還有菜單只有英文 現在就讓楊小騙來個不專業的小翻譯 首先第一對的頭盤是皇帝蟹肉爺菜番 古斯米塔塔配鍋膚餅 原本的菜單是沒有用到塔塔這個字的 不過因為它把所有材料 做到一個圓形好像塔塔的小塔 我就叫它做塔塔 而味道方面就比較… 我會用新奇去形容 上面的忌廉增添了很濃厚的奶香 令到口感很綿滑 但蟹肉味就不算很突出 亦比較碎一些 不太吃得出它是蟹肉 全部食材混合後 有一種很微妙的陋和鹹 所以最好配上鍋膚餅一起吃 就有點像某個牌子自己擦的吞拿魚醬餅乾 它還有跟著一個特別的牛油 就是這個樣子 帶一點鹹味 以及可以增加一些比較實在的口感 因為這道菜好像沒有試過的味道 非常難去形容 有三位楊少偏都表示不了 只剩下一位表示不錯的楊少偏 就讓他們評價為口味獨特 而主菜就是美國Brent Beef 拌巴黎咖啡醬及薯蓉 Brent Beef就是美國一間很出名的天然自養牧場 就不翻譯做中文了 咖啡醬也比較少見 但原來是源自瑞士日內瓦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查一下它的故事 至於味道呢 簡單一句 非常好吃 牛味濃郁 五成熟 剛剛好 肉質有咬口得來 一點都不硬 可惜份量真的有限 可以叫做法國菜的一大特色 其中一位楊少偏因為不捨得吃光 還誇張到將它切成絲 慢慢吃慢慢享受 本來的薯蓉和菜都非常好吃 可能自然就比不上主角本人 比較奇怪的一點就是 咖啡醬明明是黃色的 但我們的醬是深啡色 味道也淡淡和好水 反而破壞了牛肉的味道 所以不知道它是否立時轉了醬汁 而最後一道甜品就是 啤梨凌香豆朱古力撻 凌香豆據說是一種迷人又危險的果實 不過楊少偏對似一無所知 好痛快地吃了 至今仍然安全身患 所以應該問題不大 而它的朱古力就比較甜 有種樽脂的味道 啤梨反而偏酸 所以味道一般 旁邊還有一個忌廉可以一起吃 好綿滑有些香醋的味道 整體這個甜品的優點是不會太柔或甜 不過搭配上就不覺得特別match 沒有那種意猶未盡 特別想再吃多次的感覺 另外這頓還有兩個麵包 不過就比較乾和硬 配牛油會比較好一點 兩位在房間吃 會用餐車連同桌子一次過推進來 如果你怕主菜會冷了 可以先把它放在保溫箱裡 吃完前菜再把它拿出來按就可以了 不會好勒手的所以不需要擔心 第一次吃法國菜 感覺除了一個牛扒之外 其他菜式都好像不知自己在吃什麼 看完箱牌好像明了少少 但再吃下一口又再一次感到而華 只能說是很新奇特別的體驗 絕對不是我們這些藝貴虎可以隨便參透 不過最重要的是完全不會有人打擾 可以一邊播出優美的古典音樂 一邊欣賞著窗外夜景 慢慢享受慢慢享受慢慢享受 不一定要去到Protruise現場 才可以體會到這個法式的享受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集會為大家介紹 等等行政會所豪華角 千萬別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